男人把你当备胎的三个表现,有一条就离开吧,别浪费感情了 在感情里最难分辨的就是真心假意,在很多程度上会为了享受你的好而敷衍你 所以一个爱你的男人,若是真的爱你,就能在生活中感受到他对你的心意 而不爱你的就会把你当作备胎有这三个敷衍,有一条就离开吧,不要浪费感情 第一,跟朋友介绍你只是说是朋友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是绝对不会敷衍你的,而是对你肯定,在朋友面前会大方的介绍你的关系 但是男人一旦在朋友面前说你们只是朋友的时候,他的心里就只是把你当作备胎 只是想要享受你的好而已,遇到这样的男人,事实上他就根本不爱你 女人就不要傻了,不要再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付出了 对你从来没有主动付出,一个男人真正爱你,是会发自内心陪你做一些事的 是舍得为你付出的,在平时的生活中舍得花时间陪伴你 陪你做你想做的事,舍得为你花钱,满足你的需求,愿意为你付出 当你需要的时候会毫不吝啬,慷慨见囊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以各种理由拒绝你,以工作为由拒绝陪伴 在你需要钱的时候也会是各种堂舍,这种男人就根本不爱你 只是平时把你当作陪伴的对象备胎而已 三,一味地享受你的好,爱都是相互的,一个男人真心爱你 是会感受到你的爱意并且回应的 但是如果在生活中只是享受你的好,对你从来没有任何回应 你对他好而理所应当地接受,这样的男人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只是把你当作备胎而已,当遇到好的就会立马甩了你 所以遇到这样的男人,女人就早点清醒吧 不要再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付出浪费感情了 爱一个爱七分,留三分爱自己 不要对一个男人过于层面,明知道他并不是真的爱你 把你当备胎还往里面泄,只会苦了自己 所以女人还是要懂得爱自己 对于不值得的人果断离开放弃 对于不值得的